今天有个挺有趣的事 我来聊一聊 今天上午有一个89年的男生 来我们这儿咨询一些相亲的事 正好有一个93年的女生也在这 这个姑娘正在跟前男友通电话 就那个声音分贝特别高 大家都能听得到的那种 就听到她在电话里边 大声的数落她的前男友 她说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 连20万的彩礼你都拿不出来 上班挣的那点钱 够干什么用 你自己喝西北风 你还想带上我呀 别跟我说什么感情 不想付出就想娶我呀 门都不会有的 还有啊 你们家那个房子才六七十平 让你加个名字 给我点安全感 你就找各种借口不同意 说这是你父母的房子 那你倒是自己买一套啊 没有能力结婚 就别做白日梦了 以后啊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行吗 她挂完电话之后啊 那个89年的男生啊 正在旁边填写信息 这个女生呢 就偷偷的凑过去啊 看了一眼 转过头就跟我说啊 你看这个男生的条件啊 就是我就特别满意的 能不能现在给我介绍一下 认识认识啊 我呢就拿过那个男生啊 填写的信息看了一下啊 185的个子啊 美国海归硕士 北京人家里有好几套房子 男孩呢 自己年收入六十多万 然后啊 我就过去问那个男生呢啊 我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男生说啊 我想找个95后 身高呢 因为68以上 最好是北京本地人 硕士学历 长相漂亮点的 我结婚是不讲究财礼什么的 如果女方那边要提财礼的话 就免谈了 另外我们家房子挺多 但是啊 都是在我父母名下的 所以我也不可能 给我的老婆加名字 最好她自己呢 也有房子 我听完了之后啊 我就看见旁边93年的这个姑娘啊 一脸的尴尬啊 因为她没有一条 是符合对方要求的 但是你们知道怎么着吗 他这个时候很不甘心啊 他居然就厚着脸皮啊 上去 要这个男生的微信 男生说就别加了吧 我呢对你这种谱性女 一点兴趣都不会有 你倒贴给我 我都不会要 你们看看啊 就是这么个事 姑娘啊被狠狠地打脸了啊 我跟你们说一个相亲真相吧 当你对一个人的身高 长相 学历 家境 各个方面 你都很满意的时候 这个人 他百分之百是看不上你的 你信吗